大家好,欢迎来到礼拜三的直播 是礼拜四的,没错 每天直播不知何年何月何日都正常 这个是我的状态,不是大家的状态 如何都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又有很多话题要讲 我们首先会讲一些热黑新的新闻 就是关于有一件事 就是说到 发现有大量的银食车 就有这个放在不动的情况 什么银食车呢? 例如一些红车、的士、旅游巴 都分别在一些专注这些停车场 停车位置放在不动 这样可能是避过一些损失 有人觉得很可惜 明明这些车都是走得走的 那为什么就放在不动呢? 回来也会看看 再之后就有 关于台省方面 最近我们也报道过 他的态度上非常强硬 也有台省省防部部长邱国正 每天都很担心 说他指导一个星期里面 有几天都会去指挥所 看看什么环境盯着 他的言论也非常强硬 最近他说到 除了说他会立即反击解放军的进攻之外 他们也有说到 如果两岸拆枪走火 他们就帮自己打鸡血 台省是拥有空中优势的 我们的飞机在质量上先进解放军 台省是有能力以质取胜 就来到胜于解放军战机数量多的 这个优势 但是看完之后 真的得淡笑 这些新闻 台省何来如何以质取胜 我们不如回头读一读 他自己的解读 看看他们是心虚 还是自己自说自画 我们就看看 然后也有 今晚充满军事意味 就是 遼寧艦完成这个维护升级 正在出行当中 如果有跟过我去东北的朋友 有些朋友在旅游车上 他们也在大连那里盯过两眼 就看到遼寧号隐约的身影 我之前也拍了一张照片 对不对? 如今来说 遼寧艦已经完成了他的维护升级 就出海 就继续服役了 不过 他的重点 就不是在他维护升级之后的状态 现在全世界的焦点就放了在 遼寧艦竟然戴上了 我原本就围到我们最新的航母 福建舰度身设计的 殲35本身是给他用的 但是作为我们的001号的航空母船 第一手的航母 竟然今次 在辽宁艦完成升级维护之后 戴的战斗机多了一架殲35 有人就觉得 这件事很大件事 本身这架飞机殲35 都不是给辽宁艦或者山东艦用的 为什么现在辽宁艦 一完成了维护升级 就带殲35模型出去海试 其实是有一个重要的意味 我们稍后也会说一下 还有就是这件事也是爆发 波音的一个吹哨人 被发现自己搞定了自己 他一直以来和波音据你力争 揭发美国波音的坏东西 但是现在真的好像那些外媒 整天老屈我们的新闻标题一样 他被搞定 即是那些被字队 被字队 那些外媒很喜欢这样说的 但是这件事呢 是切切实实真的发生了 这个被字队的人呢 他就叫做巴尼特 就在3月9日的时候呢 就证实了他离开了人世了 究竟巴尼特 他的一生如何和波音据你力争 他在波音里面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深员工 他就见证了很多波音的坏东西 终于忍不住他都要说的 那我们稍后就来回顾一下 这一件事 究竟呢 他由何时开始据你力争 何时开始发现波音有问题 如何和波音来作出争斗 到最后去到今天呢 就被搞定了 那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关于这个 美国的国会那件事 美国国会的闯入案 很多人都被人逮捕了 大家都知道了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位代号叫什么 骄傲仔 骄傲仔 的前主佬 他这里就说 他就被判重囚22年的 那我们呢 也都会看一下这件事 来到去总结一下 究竟当日闯入美国国会搞事的 那些人 当中有多少人被判案 有多少人呢 是被判 由几日到22年不等的 是被判的监禁 那来到呢 从侧面看一下 同样都是闯入 香港立法会的那些搞事者 其实到今天来说呢 如果相比美国这件案 那个服役年期 被捕的人数 告得入的人数呢 根本远远就不能够和美国这件事相比 我们稍后就会看一下 然后呢 就有昨天的一些题目 关于到呢 这个TikTok的底气 来到呼吁1.7亿的美国用户群起反攻 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软件的apps 其实呢 对美国依然是有很深远 而且有持续上升的影响趋势 在五大的下载榜里面呢 其实还有四大的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软件来的 那我们稍后呢 就慢慢盘点一下 这些软件怎么样呢 逐步逐步地来影响 或者叫做深入了美国人的生活 他们现在离不开了 我们稍后也会讲一下 那还有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主题 今天最多人关心的 就是关于这个 软二十来了的新闻 那昨天其实讲了一点点了 那但是呢 昨天呢就讲得不够说 细心仔细的 原因就是呢 我们今天再做多一次功课 就是讲到关于 来着我们的软二十的性能 究竟是怎样 怎样令到美国非常之担心的 软二十他终于来了 他的性能 为什么会令到美国那么担心呢 而相比起 美国最近 都是有实现到 首次飞行的 最新隐形轰炸机 B-21来说 软二十对着B-21 究竟谁比较劲 我们能不能够对它 产生优势呢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现时来说 如果讲到核打击力量 不计未来 暂时来说 三大的主要核打击力量 就是我们俗称的三维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来说 空中打击力量 依然是佔有重要的比重的 所以这一样能力是会极大地影响到我们对阵美国的时候的底牌 软二十的横空出世 相信就是改变这个战场规则的一个重要法保 我们稍后会用深入的角度来慢慢告诉大家 一些观点 例如为何软二十被我们预期之中的来临迟迟了 其实是有原因的 这些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们稍后也会慢慢说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就先做一点呼吁 现时新潮民搞的南疆之旅 4月份的团已经满了额 接下来就有5月份的加开团 出发的日期就是5月19号至5月30号 跟之前的团一样都是为期十二天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加852-6828-7447 找潘小姐报名和查询行程 今次的行程也是我们成功争取到 内汇都是直行 在香港至乌鲁木齐 就不需要转机的了 两团其实都是一样 4月5月都是的 能够成功争取到 就有了大家的力量 就说到给航空公司 原来我们是香港是有这个需求 是需要直飞去新疆的 那这里多谢大家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行程 介绍的重点 就会在这条片的片尾 就会出一个详细的行程 介绍就由我自己拍的 另外这条片的片尾 也都有一些在哈尔滨 东北和俄罗斯之旅的 旅游展辑的片段 那就可以看卖的 大家都可以 另外呢 大家现在都三月 就踏入四月了 三四月 永远对新潮民这个台来说 都是一些非常之特别的日子 因为在2020年 当年我们创台的时候 第一批第一轮推出的节目 就在这个三月尾至到四月的时候推出 不经不国间 和大家已经踏入了第四周年 那今年第四周年 我们是会举办一个 慶祝新潮民与你 与大家共度四周年的晚宴 那大家希望那天 就可以和大家见一见面 欢迎欢聚 接着就唱谈一番 这个病情那时候 那三年就是因为没得出来 即使去年 如果想搞三周年的话 都觉得刚刚 都未正式是完全开关 那时候我们觉得 都还未知道是什么环境 去年三月都太吻水了 他又开得急 那内地正式开放是五月后的事 香港即使说二月开始开放的话 但是那时候大家的心 状态都未稳 所以忍痛三周年慶祝 就没得筹办 但是今年 怎样都要和大家聚一聚 因为四周年真的 这个成绩不容易 能够作为一个 我们没有背景 自己自家经营的一个台 能够踏入四周年 这个成绩是要多谢大家支持 才可以做得到的 期待那天见到大家之后 再可以迎接近五周年六周年 我有个愿望 在这个四周年里面 有什么愿望 可以预先透露给大家听 就是希望有第五年 是 这个就是我的愿望 那好了 讲到那些详细情况 等我们落实了之后 再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有个这样的构思 是 就是为什么要预先和大家说 就是因为不是很多观众会聚一聚 但是有些观众也要每集来看声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与这个城市的话 希望大家留意着节目 很快就会在可能这个星期内 会公布那个日子和时间 那好 我们现在先讲讲第一件事 就是讲讲香港事 香港方面就是一件事 我都想讲很久的了 那就是关于 这个 这个 是 有些银食车停了 俗称为 摊丝 那就不动 那就封城 宁愿封城 也不动 这篇新闻 在说 银食车 不止是早期 暴跌九成 排价的小巴 好像还说的士 是的 其实有三款车 就是摊在这里 但是各自有原因 第一就是刚才说的小巴 第二就是这些我们画面看到的红滴 第三就是旅游巴 分开三款车 其实他们各自都有些原因 不动 首先来说 好像先讲的士 的士来说 现在被这个媒体所报道的 就比较着重 因为小巴现在的排价 跌得这么厉害 有很多都俗称call loan 无力再供 因为你要一次过一笔还款 基本上就被银行那边收回 这辆小巴 造成到这个现象 其实不是很奇怪 但是的士 没有这个现象 照计为何会有大量的的士 停在那里 在个停车场 有些专摆的士的停车场 最近就被人拍到 就多了很多这些的士 等了不动 直头不是说 拍一晚或者拍一个早上 而真的封了尘 没有动过的迹象 那为什么呢 有人就说 这些俗称为僵尸的士 为什么不动呢 明明如果他拿了出去租的话 那一定是有价有市的 对不对 就是每一辆的士一间都租的 租金一定会有一个收入在那里 那为什么不拿出去租呢 这些的士又是哪个持有的呢 居民 居民就是说 很简单一个道理 现在 例如小巴这样的牌家跌 其实其他银食车也都会一样的 就是的士也都不例外 只不过去跌的幅度 就不像熊van那些那么多 那这个时间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是持有大量的士的 一些大行 俗称为的时间 如果你要阻止这个跌势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看外的角度 减少产量 就是减少供应 供应 好像这个石油出产国家的做法 或者这么说 用这个股票来说也可以 现在的货源就归了边 那些大车行就 拥有的士数量比较多 平时都会控制住供应量 其实这些东西他一向都会做的 那供应多与少呢 你就要看回当时 他想怎样来到去控价 那如果你说现在这样 那些价是跌的 如果你还将这些的士大量 来到去提供给市场 那只不然车多了 如果司机数量都是一样 或者少了的话 那肯定他那个 日租的价钱会低了 供应多了的话 那他那个牌价也会低了 那所以呢 简单来说 就是在团货而已 就是控制他的供应量 来到呢 去阻止那个跌势 那所以呢 就导致了很多这些的士 他就算是有价有市 可以现在立刻租出去 被人银也好 他就宁愿不放出来 就放了在那里 那当然你持有得 这些这么大量的的士 放在那里的 那些人的实力是很红厚的 是不是呢 你想想一辆的士 牌价和车价计价值不非 虽然他现在跌了 是不是呢 但是同样价值不非 有人就粗略估计 狠狠地一层 这些专摆的士 或者摆大 就是摆得比较多的的士 这些停车场 狠狠地一层 如果数一下数一下 他的价值都有过亿以上 就是这样加起来 有些甚至市中心 例如说天后那里的车场 硬硬地摆七架八架 对了 说你七八架 那些 有些停车场有三成的士 已经有二三千万的市值了 所以持有这些的士的人 他的实力一定红厚 也透过这宗新闻 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供应量 或者简单说 价格是可以控制的 只不过的士也好 或者甚至乎 这个我不能说的 有机会被人控告的 很麻烦的 得罪这些 的士也好 甚至乎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那样东西怎么样 拿来住的 对 都是可以控制这个 交团和产量 来控制的价钱 这个意思 就是难听些说 你说酒店而已 酒店房而已 那些一定 对了 你说酒店房而已 对了 困住房子 不要出 等到价格高一点才出 你明白 我说什么就可以了 对了 就是住那些 或者什么都好 那些 我们的友台主持说 喂 小心点说话 不要得罪这些大蟹 我怕变成波音那些人 你明白吗 哈哈 很难说 大哥 你不是说那个不知道 我们这些 经常面对着这些问题 我们没有背景 没有政党背景 没有集团背景 没有老板背景 我们 一生生潮文背景 只有这个 这个电话 这个动画 只有我们这两个人 没有的了 所以 很多方面都好 其实可以来到说 叫做市 嗯 但是 好像我们 刚才我说了 那个 以股票为例 是不是 其实做市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 它有很多 很严格的规定 来到去 尽量避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当然其实也有得做的 只不过是个难度性 是的 如果你说 好像楼 那样计算 其实我们 当一下 发开口梦 假设有个地方 你要喝一口 80度茅台才行 喝一口 80度茅台 发忙说话 是的 那 好像我们发开口梦 那样说 假设有个不知什么地方 很坏的 这样来说 它要去控制楼价 其实同样的手段都可以做的 就是我想我不用说了 很多人都应该听过了 例如图了一些盘不买 或者做一些假的交投 这些东西 例如假交投 其实股票是很容易抓的 但是相反来说 你在楼市 就是买卖楼来说 就没有什么规定 有这样的限制 你基本上 你都没有这些例子 去抓这些假交投 变相来说 更加不要说的士 对不对 如果你说的士 要去造价 造市 其实那个难度更低 所以我们也是 去说一个真实的现象 给大家听 其实这些东西 一向都有 毕竟我们生活的 这个世界 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所以很现实的 也可以告诉大家 的士有这样的情况 至于刚才我们说的 小巴解释了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旅游巴 都停了不动呢 原来这些旅游巴 都经历了很多岁月的风霜 所以日久失收底下 如果要 只是拿出来 你要查车 接着要买这个车保 总共这些维护 这些开支 夹夹了10万元价 而且现在香港的情况 需求少了 司机难请了 出到3万元都请不到司机 而且加上出山的成本 令到很多人都却步了 这些旅游巴的情况 是不同的士的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在三年的病情里面 这些车都没有移动过了 因为没有了旅游 那又导致这些车 已经是停了太久了 很多都停不着了 因为你停了车 这么久的时间 不动的时候 引擎这么久都不动 肯定有很多病痛更新 所以这些车 如果大部分这些不动的旅游巴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如果你要让它重新 可以用得回 整的成本太贵了 加上市道未完全复苏 以及请人都比较困难 因此这些旅游巴 就等了不动了 跟的士的情况不同 的士就可以拍政府停车场 政府停车场每个月只需要 几个水而已 680元一个月 但是旅游巴很多 他们是拍在露天日晒雨淋底下 所以那个detoration更加厉害 是啊 是厉害很多 而且它的 说清楚那句 持有成本比的士更贵 很多 的士是小的 如果你说拍在那些 政府停车场来说 日租也不算太贵 所以他们 简单来说 有实力的那些持有者 都是能够 以那个比较低的成本 来控制住那家 但是相反这些旅游巴 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它是不涉及炒卖的 它只不过是日久失收 那就可能这些车 说真的那句 再放了两年 就会报废的了 那也挺可惜的 这些旅游巴 就我们叫永优 那现在在公路上面 我们越来越看到 比亚迪的这个 比亚迪那一架是电巴士 还是轻能巴士 绿色那一架 真的不太记得 那就 应该就会 未来就会取代 这些旅游巴 那架应该是电能 来的 轻能暂时 未有那么快 我相信 即是 来到几年就难说些 因为今年 应该就未兴起 好了 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讲一下下一件事 原来 告诉大家 就是很多东西 都是可以控制价格的 即是不要说车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平时炒开的东西 即我们也没有炒东西 虽然 例如炒标 或者炒球鞋 其实一样的就是个道理 如果你搞得通 那个原理的话 你没有炒标 对 就会明白的 我没有炒标 我只是炒而已 对对对 对对 我没有炒 好了 我们讲一下下一件事 不是因为 个个的物品 都会好像股票市场 那个 有个证监会那么严格的 很多都是 你讲真哪有规矩 对不对 如果你说炒标 那些更加 那个 更加是脚手遮天 就是这么说 对 接着令到交投活跃 可能是整个东西 又说 不知几千万标 但是原来只有几十只 什么标这么贵 不知道是习惯的 说一下 那些是习惯的 好了 我们讲一下下一件事 那就讲一下台省 对 台省的防务部门 就在两天前 说 如果两岸 如果真的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的话 台省军队 是拥有空中优势的 而且是有能力击落敌基的 他很明显 就是击落我们解放军的敌基 民退党的立委 邱志伟就说 如果两岸真的要在打仗 或者擦炮走火的时间 究竟台省军队是否有自信 能够掌握全局 或者是 不说全局 部分的空中优势 那时候 那个台省的防务部 的副部长 他就回答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有什么优势 我们讲数量 就不及解放军 但是我们有质量的优势 他说 以飞行员来说 因为 大陆军队 就会暴露 在台省的防空体系里面 所以 我们 在质量上来说 其实 不说不知 一早就已经 过了他们头 这样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 在说什么 简单 我照说的 他那句说话 是没有因为和所以的 那个关系的 我以为 我们有些不懂军事的人 才听不明白 过了个心意 原来是没有意思的 其实他回避了个问题 什么叫做什么 我们暴露了 在台省的防空体系底下 所以 我们的飞行员 就没有了优势 他是不是想说 台省的空域 是把中国内地的版图搅上 我想应该不是 不是那么有理解 我想应该是 他也是找东西来说的 好了 他又继续说 如果以同质类比的话 台省的质量是取胜的 这件事是和战术和战法有关的 他说所有的战机都有优缺点 但如果说到飞行员来说 飞行员的训练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到训练来说 我们台省是接受什么 接受这个北约体系的训练 几威啊 所以说到如果质量来说 飞行员肯定是我们的优性 白约体系的训练 是啊 他就说 哎呀我真的不想读他说的那些东西 因为呢 就 都挺白痴的 说真一句 他就说了 如果你现在来说 台省没有空中的台海中线 这样呢 就要逼他们来做一些更加积极的动作 来到呢 行使所谓的自卫权 上一集就说了 如果台省他们说 我们再越界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的 会击落我们的飞机的 今天呢 这些人就说 我们是有能力 将越界的解放军战机击落的 这样说 其实呢 为什么他说到 我们都引述他说到一够够呢 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实质的证据 来到去 告诉质问他的人听 台省究竟他的所谓空中优势 来自于哪 我最听得明白的 唯一的一点就是 他觉得台省的飞行员的质量 比解放军的质量好 就是没有的了 其余那些呢 就说 我们不要说战机的性能 每架都有不同的性能 有优点有缺点 但是我们的人赢 这样说 唯一叫做有解释一下 就是说他们接受北弱训练 嗯 这样的 所以觉得劲点 其实呢 他 我相信也不是说 不需要太认识军事的朋友 相信也看得出他的心虚 讲一句 解放军的飞行员的质量 是相当之高的 不是说台省那些人 即是那些飞行员呢 是留过刘嘉年 不是这么说 他们都是真的有严格的训练 因为他们都会去美国训练的嘛 他也没有吹水 他是北约体系训练的 因为他接受美式训练的嘛 不过 如果你说 比起解放军的飞行员来说 我们先不要说 什么体系的那些 你想想很简单 台省只有二千多万人 二千一百万人 大概是三倍的香港的人口 我们中国的十四亿人 所有的飞行员都是的 肯定就是万里挑一的 那你想想解放军那种万里挑一的程度 我们选择的人才 是可以从万里再万里挑一的 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多嘛 自然人才那个基础是多的 量是大的 你台省说清楚那句 就算给你说真的万里挑一了 对不对 你又挑选到二百多个飞行员 因为二千多万人嘛 你想想我们 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说 我们的人数的数量也比你更多 更何况肯定就不止了 我们是不止万里挑一的 可能是十万里面挑一个的 所以你论到那个飞行员质数来说 说底子肯定我们比你更好 再说个训练 你台省现在可以一年 出到几次去美国接受那些训练 更何况美国不跟你认真的 例如参与一些实质的空战训练 那些对抗性训练 就是打那些自由空战那些 你一年有多少个台省飞行员 是可以去到美国那边接受这些训练呢 不就只有十几十个 但是我们不同 我们几乎一有机会 每一个月都会搞一次这些自由对抗 甚至乎是解放军全军的金头盔那些争夺战的 全个空军和海军的航空兵都要参与的 真是正式是又威又可以戴金头盔 是的 这样来说金管的激烈程度都不同 如果你说对比回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巴基斯坦 不是经常都会和这个我们中国作出训练的 那个训练程度很激烈的 那巴基斯坦的飞行员质素呢 不知多少集我都说过了 它的质量很高 而且有丰富实践经验 因为巴基斯坦经常都面对着外敌 就说最近的那一宗巴基斯坦的飞行员 拿着我们中国制造的战斗机 就去到空袭伊朗那件事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神不知已鬼不觉 搞定了 伊朗也出名够硬朗 竟然可以让巴基斯坦的飞行员 顺利地完成任务 还要毫无损伤 甚至乎是在空袭以后才知道 他被人袭击了 所以也看回巴基斯坦飞行员 在中东地区和其他中东国家演习 都是能够创出一个很好的成绩 连巴基斯坦那么厉害的飞行员 他都赚我们中国的飞行员的质量很高 这样的时间 你区区台省算是什么 不要玩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条片 这条片呢 都我想六年前左右 就是讲述一个台省的飞行员 一帮新兵走进来训练 然后又搞到因为太严格了 又搞到他们流了马尿 有这样的片子 很出名的那条片 台省拍的 其实那条片也有在我们大陆地区那里 封存的 据一些退役或者现役的解放军 空军飞行员的评价 评论这条片 他们当时由新兵到训练过程一直淘汰 到正式成为一个合格的飞行员 西政可能一百个里面西政十个人 他们的评价就是 即使这十个人在解放军 如果他们今天不是去参与台省的空军来说 是招募解放军的飞行员来说 这十个人很有可能 都会在初级的淘汰里面被淘汰出去 因为根本的底子是不行的 可能其中有一个会成功 是的 即是幸运机率 幸运 那个就是所谓台省最精英的那个 但是如果你放回解放军的空军体系来说 他只不过是一个得了的人 得了的普通飞行员 一百个西政十个这个 即是十个人 即是我的人生任何竞赛 十个人里面赢 有一个去泳而出 即是一个人赢十个人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即是一百个人里面 淘汰了九十个人 就剩下十个 内地每年做新兵的人 不要说海洛空三军 只是空军的数目 都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应该这么说 他那一百个人里面 都是经历了一多久的淘汰 就将那些身材和自信都不合格的 那些一早先拆走了 是的 或者在这听长官说话 或者是这样捉眼分 两个黑眼圈那些 那些一定会篩走 还有那些心理质素不行的那些 都会篩走的 是的 又这么说 那条片 到最后 即是那条纪录片 都有个主角 那个是 我没记错 是一名女性飞行员 那些人 那些人都被人骂到哭 就是受不了 一边持着飞机一边哭 那也挺搞笑的 那不如不要持着飞行员 是的 不如这么丟 明天告诉大家 因为我都要找回名字 我几年前看的了 这条片 就分很多集的 可能你们未必有耐性看的 哈哈 你明白吗 那最后呢 那班飞行员 他都会有个目标的 即是他都会有个 他们心目中的 愿望想实现的 是 他就说 我们一定要排除这个万难 能够成为驾驶这个F16 最高级 就是看台山来说 就是懒激情 懒激情 懒熱血青春 是的 最终要成为一个合格渣 就是驾驶这个F16的飞行员 就是我最高的理想 很激昂 是的 虽然有一套不是纪录片 但都相信现实都所差无几 就是我们内地拍的长空之王 都是一路渣 一路渣 一路流马尿 但是那些马尿是红色的 即是渣到受不了那个 你说的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力 G-Force G-Force 搞到七孔流红 渣到 是的 互相差很远 其实那一套都是挺写实的 那个激烈程度就等于看长空之王 不过长空之王去选的更厉害 是那些是非猿 是的 即是那些随时 是非猿有一个说法 就是随时都是踩着钢线 和这个死神打招呼的那些人 很危险 他们的技术更加强 这些根本就是精英之中的精英 是非常厉害的 你说台省来说 他那些飞行员 如果你说再看长空之王对比 简直就是笑话 我们的飞行员的目标 就不是握什么F-16这些 是握殲20 殲20 殲20这些才是真正飞行员 想握的飞机的理想终极目标 早前我们也做了一集节目 就是讲内地的空军 台省那边就娃娃兵 讲一些嬌滴滴的声音来引大家注意 我们就报道了 是我们的解放军空军 握这个战术直升机的 都是非常之茅美如花 和无得已吸收 但是呢 虽然她是女子 还是美女 绝对不是花瓶 也不会握飞机握到哭 也不会被人罵到哭 还说最想握的是殲20 是啊 这些就是台省说 台省说他们质素赢 我觉得以人的质素来说 远于我们的胜很多 是啊 我们今天也不是说飞机质素 是 我们只是说人的质素 无论身体素质也好 他的智力 处理危机应变的能力 我相信解放军的飞行员 质素远远比台省的军队 所以我也说了 如果将来真的 大家两岸统一了的时候 那肯定有一个问题 会产生的就是 质素参知问题 假设 大家都中国人 为什么你这么懦 台省的飞行员 能够生存到那一天 就是武统也好和统也好 如果武统也好 如果武统也好 希望他们自己举白旗 能够生存到那一天 那如果和统也好 一定没有问题 的话 那我们参考回 就是我们香港回归的例子 对不对 很多的打正苦工的朋友 都会信你这样做自己的岗位 对不对 就是我们都是行这一套的 但是有一件事就很有趣了 这些台省的军队 军方就没有一国两制 对了 这样的时间又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香港没有军方的人员 归进去南部战区 还是东部战区 英军就走了 对不对 到时候台省的军队 何去何从呢 对不对 有一些 例如飞行员那样 喂我们真的不是不想收你 不合格 又真的是 喂怎么办呢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啊 接着不要又发挥 台湾女仔那一套 打算嗲声嗲气 可以摄到位 我们不吃自己的 喂那个肯定失业的了 就是说真的那句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弄这些东西 那个娃娃兵肯定失业的 又说自己做传信兵 这样的声音做传呼兵 这样来说呢 就会导致到一个问题 喂这班军队的人士 我们怎么收他们 喂还有啊 有些在台省的军事体系里面 他当自己是国家的嘛 对不对 有些可能去到上将 中将 即是障级的 喂你进入了我们解放军来说 如果台省的那个体系 应该就加入东部战区 肯定都是东部战区 对了 然后由市开始做起 那你说一下 你要顿东姑的 你明白吗 你难道你身为台省一个障级的 喂你进入解放军又做障级 不是那个标准来的 你明白吗 可能会被免有教级 对了 其实你应该降级做教级的 那可能台省最顶班的上将 勉强来说 就让你做个少将 即是降两级就一定了 那也挺好的面子 对了 还要是最顶班的 几个 顶班的几个 是的 但是一定要重新训练的 因为说真的 体系都完全不一样 那就又哭了 你知道台省那些草莓兵 那些男的就是孖宝 女的就是花瓶 就是会嗒声嗒气的 那些障级的那些是阿叔 应该不会哭 阿叔 台省的那些阿叔 是男的 是男的很多 那一辈的人都是男的 那些是中勇伯 是中勇伯 但是也要阿伯 阿伯 那些阿伯 也要重新学过 那当然了 你要信得过 我们才请你 其实大部分 我相信 都会 就好像 我们的古语话齋 就是解甲归田 或者转行业 转岗位 那这些台省飞行员 老实说 就是唯一 我觉得 一条好一点的出路 就是转做银行机 我想会适合他们更多 我知道 银行战机的人 如果转做银行机 那程机会很瘋 是的 他惯了 他惯了 他觉得没什么 平时都是这样的 或者可能 可能在当我们 待会我们那条片都会 因为我待会那条旅行片 就是我在去哈尔滨那条片 第一集都是从香港机场出发的 可能他起飞和降落的过程 会比较激 因为他惯了 也有朋友说 那去做保安就可以了 做保安不容易 现在都要考牌的 现在都要考牌才有保安牌 他们要适用简体支线 所以这班大部分都失业了 或者拿一些比较低的战斗机 都可以的 话说话 我都有兴趣想考上个飞机 万一呢 就是youtube再这样 用我们的时候 没得做的话呢 那我都可以拿时间开飞机 都可以想想的 大家不知道是吧 就是自从去年年底开始 所以谷歌公司野蛮地 把我们的收入剁到所剩无几 那本来收入都是用来支持台营运的 现在要我们自己出钱来营运 因为几样东西 台省选举他打压了我们这些台 接着今年美国大选 他就乘机两重的影响我们的派发 和这个cut我们的广告收入 再加上去年年底这个cutcut公司裁员五千人 就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台 就那个多重原因底下 就收入呢 就严重入不呼之 那我做了一个research 原来呢 就是有很多做了十年八年的大KOL 就是大网台 就是不是讲时事的 不是讲政治的 都面对同样的情况 原来是谷歌公司严重出事 所以导致很多人就发觉 喂你view我帮你打这么多回来 但是你又居然影响到他们不派发 给他们的粉丝观众 还剪掉他们的广告费用 所以就严重的失去网红潮 在这个油管的世界里面 原来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唯一 原来这个油管越来越不行 是的 那些美国公司是这样的了 哪有情感 那好了 我们先讲讲下一单 就是关于 看看先 转个话题再讲军事 波音吹哨人 被发现自己搞定自己 有些人就说 你们不要讲阴谋论 是他自己搞定自己 可能他不想做人 那么我觉得这件事 我心目中有个认定的版本 肯定就内有乾坤 一定不是自己搞定自己的 美国的美監部门 发现那个波音 737max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本来之前都说要查 现在就说严重有问题 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 当局证实 那个前员工 就是这位吹哨人 是真的自己搞定自己的 根据那个检验 巴尼特 他叫做 是 先讲讲背景 巴尼特在 美国飞机巨头波音 做了32年 直到2017年 7年前就来到退休 这样的时间 他就以健康原因退休 是2017年 是的 那由2010年 14年前 开始 他就担任到 这个波音的北查尔顿的工厂 担任这个品质经理的 超司的他做 他就负责生产这个787 俗称为梦幻客机的那个品质经理 2019年他退休之后 这位人士就向月月饼来表示 波音的工人就在有一个状况就是在压力之下赶货的 经常这样做的 也都在波音的生产线上面 就故意地安装一些不合格的零件 情况不但没有改善 还有屡犬不改的现象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不合格的零件 甚至乎在那些废料箱拿回来用 安装到正在建造的飞机上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 就是防止生产的过程 生产的速度延误 不管3721 就从那些废品上面 拿回一些不合格的零件 再用 即是来到去用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个在吹哨人还说 根据到他自己所知 787飞机上面所安装到的 紧急氧气面罩 系统测试 它的故障率大概有25% 即是意味着有四分之一的 这些系统可能在紧急情况下 是不能用的 四分之一都很多 这个比率 而这个曾经 最近一次787 但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 最近有错过 就是一个澳洲飞 这个新西兰的787 突然间急降 就导致乘客 就抛出这个座位外面 那个头就碰顶 就称摸顶了 就造成51个人 就受到重创 在飞机里面 这个人呢 其实在退休之后 都咬着波音不放的 根据到 这个巴尼特的调查显示 工厂里面至少有53个不合格的零件 就是位置不明 他说 是的 有些在这个 你说了 垃圾堆都可以拿出来用的 就是 你查不到它是什么 那么其实呢 一架飞机呢 很老实说 今时今日我们做到 俗称为飞机的失事率 比我们坐车更低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一样东西 其实搭飞机的安全率呢 是非常之高的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有赖于我们人类 自从在这个空中航运 蓬勃以来 都是透过不同的飞机制造的测试 而很严格很严格的 来到去确保那个质量 因为飞机来说 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认知 或者一个心理障碍 就是飞机一旦出事 就不同车 车还可以停在路边 如果飞机一旦出事的话 那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其实飞机的质量严格的控制 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很多的飞机上面的一些意外 都会有第二第三 第四套的应对方案 这个我要很老实地 告诉大家 所以才为何能够做到 飞机有这么安全 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 说比起你过马路 发生意外 俗称给车搞定 撞倒的那个几率更加低 其实就源自于这样的 但你现在不是的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好的记录 你现在波音787 这些是新飞机来的 哇 你好像波音直接玩倒退 这样的 737最新的消息又出了 可以说一下 是的 以往来说 这么严格的空中安全标准 你竟然可以在垃圾堆那里 你自己废置了那些不合格的部件 你拿来用 大哥 所以会不会就是 你这样和台省那一边 又是在垃圾堆里 拿回那一层的信号 那些人员拿来 照当新兵来用的有什么分别呢 是的 那些不合格的 智商和身材都不合格 是的 你拿回来用 其实这件事是倒退来的 即是会不会波音呢 为了维持自己的航空霸权 就一于不理3721 就抛弃从前的标准 甚至强迫自己的员工加班 在这个高压环境下做事 即是迫人做事 这些叫做 迫人劳动 不过还有 那个人 那个巴尼特 那个人是吞炮自己 搞定自己的 是验证了他 是真的自己吞炮 但是这样 你吞炮自己搞定自己 其实都可以做 这些事情 那就是 是不是 现在初步来说 他是证实他做了这个动作 但是在背后 有没有一些 鬼鼠位 或者叫做有没有一些 这些混音的东西 绝对是 是 是 好地地会吞炮 难道他有这个 这件事很容易找的 好像我们这些 心理学家 就看几件事 有没有曾经 发表过想吞炮的言论 想离开的言论 身边的人 有没有听过 在那裏长遮短探过 有没有在社交平台 有没有写过这些 有没有粉细浊足 有没有曾经做过 而失败了 如果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 那真的有很大的 红红 我们叫Red Flag 红红 红红 不是红红 红红 就表示 好东西来的 英文Red Flag 就是表示你要留意 这个人 包括英课 可能是假的 因为内有乾坤 如果你说 说真的那句 他们那些调查 都 偷偷 没事了 原来真的吞炮 是的 他的手 是有碰过炮 所以 就好像他们看电影那些 但是 根据那个创口 很明显是那个人 被人整理了之后 才吞炮 所以 你发觉 他这个创口 和这个流行的地方 就和 正常情况下吞炮 完全不同 根据 我多年的老猜骨 我看到他 身上的每一根骨头 都被这个支架连接住 很明显被我 武功高强的特务 捅手来 捅走 一轮才搞定 是的 是的 估计论 不管 我自己觉得 这件事肯定是 有事的了 他不是自己搞定自己 我不相信 这件事 怎会是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时候 这么巧 又是 正正就是 737 Max 即时宣布了 他的埋单 现在是波音最闹闹的时间 大哥 会不会这么巧 是不是 如果波音737 Max 他最近都出这么多事的时候 以巴尼特的性格 他肯定再追击下去 以媒体的性格 应该 应该大力追击他 即是大力不停问他问题 是的 询问他等等 一定多的 所以 根据这个世界的 这个私隐的惯例就是 离开了的人 最能够搜到秘密 是的 那他现在就永远 保守秘密 以波音来说 财虹世代 说真的那句 花点钱 搞定他 对于波音 这间巨企 即他不是航空公司 这么简单 他是军企 对波音这间军企 来说 好像压死一只矮 那么容易 差在是什么时候压制 是不是 那随着波音 再加上这些新闻 再加上自己的航机的质量下降的时候 看来我们中国的C919 C929 这些会相应 应云而生 冒起 是的 不过还要一些时间 尤其 其实大家不用急 因为在此消彼长的过程里面 总要走一些时间 我也经常这么说 千万不要把东西吹到过浓 过大 你有那句话 那句话就行了 好像我们的国产客机 C919 是不是 他的进度也都相当之快 还有也都不需要介意 那些零部件 或者是飞机引擎 是不是国产的 原因我说了很多次 好像波音那样 或者空中巴士那样 难道他自己的 机身的客机里面的零件 不是来自于全世界吗 他的比率比我们C919更加高 不是非美国生产的零件 更加多 不过想不到的就是 他将那些旧的零件 都收拾回来用 收拾还收拾 还要那些零件 不是你生产的 多贱 是不是 所以来说 巴尼特的去世 我相信还有一些故事 有人会插紧的 一定会 是啊 哪有这么容易 来放过 除非 除非波音 没办法了 他真的很肯花钱 将第二第三第四个 想揭发这件事的人 都逐个搞定的时候 或者不要说逐个搞定 叫做消失了 消失了人世 咦不见了这个人 为什么 不知道 是啊 他又没有自我搞定 就是自我搞定那些羊 好像这件事 突然之间不见了 个个都找不到他 就好像当年这个半导体行业 有些人想将技术 或者港客机 带来中国的时候 所遇到的事情 嗯 其实很危险的 真的 就是 我们普通人 当然不会说 感受到这一种的危险 但是如果你想想 你是巴尼特的话 其实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他会面临着几大的危机和压力 尤其在美国 这些真的不需要跟你多说 说搞定你就搞定你了 你想想 如果这件事 放在中国的话 假设又有个人 他自己搞定了自己 但是之前又涉及到一些官司 你和一些巨企 或者大企 来打官司 据你力争的话 一些宏大的大企 是的 这样的话 你想想 这件事 如果这样计算 在外媒的角度来说 早就已经被认定 他是被搞定 这个人就是 那些路透社彭博 已经整个故事说出来 有了故事的了 出来了 整个故事肯定 不是说 好像今天这件事 都没有个故事出的 也都没有一个媒体 说 华尔被搞定 他都没有人会说这些 都没有媒体 够胆地说 是的 就是在个标题上 起码不会这么说 是的 接着香港的不肖媒体 又最喜欢抄外国新闻照抄 所以别人写什么 他都照英文 就当自己的功课出来了 就真的不会 就着这些新闻 认真来分析一下 报道一下 其实这个人也没办法 他如果继续打官司的话 或者继续揭发的话 他又很难不留在美国 他可能要去苏联 是的 就是要去俄罗斯才能够 这些 好像斯洛兵 是的 其实程度差不多 如果要波音追击你的话 不要来香港 因为香港有些不肖的 可能崇洋媚外的议员 或者有些有关当局 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你卖出去 或者不协助你 好了 那我们讲一下下一单 是当年斯洛兵 斯洛兵来香港下降 之后才去俄罗斯 谁这么硬正来保护着斯洛兵 就是CY 梁振英 如果是林郑 斯洛兵没有了 就会移交到英美 原地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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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说 那这单就是去年 9月的新闻 为什麽最近 香港媒体会说呢 当然就是在说 23条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面 那新闻内容就是 2023年9月5日的时候 这个骄傲仔 在2021年1月6日的国会 和平表达诉求事件上面 他就说有带头的作用 那因为他是带头的作用 所以他绝对是这个暴民 那就要宠判他22年的监禁 巧妙的地方是什麽呢 其实他都是没有下场的 他没有下场的? 没有的 他不在现场的 他不在现场的 那天就负责在家 这个网上指挥 就说他 说而已 是的 也可能是的 是吧 那当局就说他 不是不是 他真的不在场的 证据的意思 他肯定不在 因为是拍到的 是在场 但是呢 美国国安就说 即使你的人不在场 但是你的精神在场 你的精神 你的精神和意志 是的 都永随着这些搞事者 是的 没有错 所以你也是有罪 是的 所以你只要一天存在在地球上面 你也有这个煽动性 嗯 他的样子已经是煽动性 对 他说我没有煽动 你的声音也有煽动 你的样子也很煽动 是的 所以没办法 现在就要判你监了 法官呢 就斥责这个 这个 骄傲仔的头目 说他 到今时今日 还没就着自己 自己的严重罪行 表达过任何悔意 又说他这个 他所做的所作所为 全部都是煽动阴谋的严重罪行 那很明显 你们整个国会山庄的背后的mastermind 幕后玩家 所以要重判了 有些真的冲进去那些 可能是几绿出来 那他不行 他要22年 哇 起码说一句 就是 他们 判监的刑期 是合理的 就是你 好像这些幕后主佬 你便判22年 那些傻的 被人控制住的 可能都由十年 十几年 到几年不等 这样的 是的 全国有1358人 因为那件事 而落差处 超过800个已经判刑 其中三分二 已经是在监房里面 对 1300个受到指控的 800个都判刑 就是三分二 我们香港当年 2019 2020年 真的判了的人 就有1万个 那真是 落了叉住 还有 要有这个法律程序的呢 就只有3千多个 4千个不到 而真的有刑罚的呢 就只不过一二千个 其他全部呢 就好像说那些特赦 那些怎么叫 哦 法庭全党 是 是 法庭全党 那些就是 这样 所以 还有 这个是 受到刑罚的比率 你还要说一下 受到刑罚的 那个严重程度 就是你坐多久 以及受什么罚 是不是 有很多不用坐的 最近有个冲进去香港立法会的艺人 进去有很多朋友的 又打招呼 又有鼓掌来鼓励的 那个人很明显是有煽动行为 还有里面有很多朋友 有份策划 有份召人进去 是啊 但是他好像只有 多少 他还未判正式的监禁 还未判 你看看 人家国会山庄 那件事发生在你之后 对不对 现在人家都22年 立刻判了 那个人还在拖 那个王中瑶 香港部门做事 一向都是这样的 人家起码迟一年的 这件事 迟一年 也不止了 这样的时间 他已经有判决了 那些被人抓的 基本上 判得监的全部都判了 是啊 这个9月这个头目是最后的了 其实有很多短短拨 拨他们有些加快程序 半年都已经测试了 嗯 我记得有一条牛角蓝 哦 牛角蓝 他很金的 999千足纯金 他是不是被人弄了 那个带着牛角的东西呢 他是不是吃了莲子羹 再被判了 好像 好像 我记得了 我们要查 我只记得去好金 这个牛角蓝 好像是几年了 是啊 十几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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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一下可以 是 国会的牛角蓝 应该查到 牛角蓝 总之我们也说过 这个人呢 想告诉大家 还有呢 在媒体上拍到很出位造型 那群人呢 他们 我现在 今时今日可以爆个阴谋 给大家听 其实都不是阴谋 就是在这个2020年 拜老头说 和特朗普选战 那 如果你说去国会的那班 骄傲仔 就是特朗普的刺激分子 那拜老头的刺激分子 就是那些反转快西多组织 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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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西组织 那些叫做 那些全部穿着衣服 好像那些黄暴之徒 又是黑色 加些黄色 就是香港那些的始组 那些 那这个人也会在那里出现 是拍到的 其实呢 既有可能 就是 国会那件事 就是你知道其实这些事都是两班人 呢 鬥得很紧要 国会那件事呢 也都有 民主党那边派人过去 来到整到他更加出位 和更加踩线行为 来到他先了 特朗普一黄 嗯 是 查到了 牛角蓝就被判41个月的監禁 哦41个月 是的 那应该坐完的了 差不多了 都 他在2021年那里判了 很快判了 是的 因为他最出位 化灰也认得你了 你这么出位 你也少人认得 是的 喂 头的这班呢 其中厌服的人呢 我想这些照片呢 快点脱下来算 这些 始终是美国敏感的东西 那这些人冲进去呢 还在佩洛西的办公室 还在桌子上 在桌子上 在桌子桌子 桌子桌子 是 喂 其实牛角蓝呢 应该这么说 就是过了太久了 那时候呢 为什么说他这么严重呢 原来呢 那时候呢 他是被控的时候 他呢 是被控六条罪 加上呢 可以判二十八年的 哇 这样说 那时候呢 所以呢 有人布会出来 到最后呢 就四年多的监 即是四十一个月的监监 四十一个月 是的 怎会二十八年变成四十一个月呢 即是本身呢 有些加持的 有些加持的 也拍到 其实也拍到 为什么这个和一个人面识别 会在拜路头的刺激组织 那里又会出现的 穿着那些黄丝衫 为什么会 所以呢 其实说一句 国会山庄的破坏程度 跟我们香港立法会 哪有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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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碎了 是的 是曾玉成的照片没有碎 爆了 是不是呢 是曾玉成的照片 不知道为什么人家是不动的 那你去问他们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叫高老爷别打我 我不知道 我才可以问 我们不参与他们的东西 不关我们的事 先说明 他们是他们的世界 我们不涉及其中的 那好了 我们先说下一单 就关于 现在这一刻 开始准备 都是一些 比较军事的题材 那 刚才就说到 我们的第一艘航空母船 辽宁船 就 入厂维修 其实是做保养 这个是升级和保养的 历史就有一年了 不说不觉 那 最近就出回来了 出回山了 那也是 因为在我们上次 就是刚刚结束的哈尔滨 东北之旅 我又再在大连见不到 辽宁舰 想见也见不到 他真的出了海 那 其实辽宁舰 来到今时今日 先做一个 维护升级 就绝对合理 因为不说不觉 由2012年开始服役的 他 其实去到他 维修的那一刻 已经经历了成 十年时间了 所以十年来说 进入到维护升级 其实都很合理 这次不单止是做保养 还有升级 那当然他的升级 从肉眼上 未必会那么着重地见到 因为 基本来说 这个升级都是 属于一些 例如电子对抗的系统 一些软件上面的升级 一些电脑系统上面的升级 那就不是说 在武器系统上面的升级 所以不是说 那么容易被我们的 肉眼所见到的 但是今次 辽宁艦再出回来的时候 他人们的焦点 就不是说 他升级了什么 反而是今次再出海的时间 他带了一架战斗机 是应该不属于他的 这架战斗机就是 我们一直都认为 只是专属于我们最新的 航母003福建艦的 殲35战斗机 竟然带了这个战斗机出去 那么今次拍的这些照片 都拍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画面上面 其实就有两款飞机 一款就是 一直我们都见到的 殲15 其实另外一款 就是这个 殲35 就是在我们这边 就是在上面这一架 因为我怕大家不懂分 要告诉大家 绿色的 帆布遮住的就是殲35 就是这一架 他为什么说这么触目呢 就有两个原因 第一 人们一直都以为 遼寧艦应该是 不会配备 有隐身能力的殲35 应该都是 他这些配备的 战斗机硬了局 应该不会变了 但是呢 现在一来到 就由遼寧艦 做带头测试的大哥 所以很多人都跌眼镜 以为呢 殲35应该 喂 应该在福建艦上 做测试 谁知道不是 其实你如果在 遼寧艦上面 做了测试的话 也都是证明了 其实遼寧艦 都有能力 来到去 装载这个 殲35 所以这个也都令到很多 日本 韩国 美国 这些北弱体系的国家 都跌了眼镜 就想着本身 他们经常都嘲笑 这个遼寧艦 又说 哎 你遼寧艦 不是也是 那些几十年前的 旧科 用不怕呢 例如以日本来说 日本的出雲号 他自己说自己是护衛船 那架 他改了做航空母船之后 虽然他的吨位 就不够三万吨 但是他一直都这么说 你遼寧艦大有鬼用啊 你六万多吨 但是我们三万吨也好 我们能够装的 是具有隐形能力的F35B 反而你遼寧艦 那么大架 你能够装的 都只不过是 没有隐形能力的殲15 所以他们就在那自狹地说 我们的战斗力是比你强的 因为我们装的是隐形的战斗机 你不是啊 这样说 但是现在这个故事恐怕要改写了 虽然我们根据到 就是 自身的推测 辽宁艦 本身来说 就可以装24架殲15 但是呢 你要记住 殲15的那个 大小呢 是比起这个 隔离的那架 殲35是大架的 你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了 他接了一只翼 但如果放回翼出来的话 其实 殲15 就是我头顶 这边这架 是比较隔离的这架 殲35 是大 也不少的 所以呢 如果正路计 假设 所以 辽宁艦 由今天开始 在测试完以后 全部换了 殲35 隐形战斗机 其实 它的 载机量 肯定 比之前 日本的 日本的那架 出云号 就说自己可以装到 大概十几架的 F-35B 隐形战斗机 但是我们现在 这样正路计 遼宁艦 如果重新来到 偏培 殲35 的话 就可以装到 大概 起码 不会少于 24架 的 殲35 因为 本身都可以 装 比较大 新型的 殲15 都装到 24架 很有可能 起码 30架 首先 第一个 失望的肯定 是日本 本身来说 他说的 也有些道理 老实说 隐形战斗机 和非隐形能力的 战斗机 是会有代差 难怪 之前 但是现在 你不能 你猜不到 原来我们 001号 遼宁艦 都可以配备 殲35 隐形战斗机 这个 跌了眼镜 001号 就是这样 还有山东 舰 002 山东舰 那个 载机量 更加大 可以装到 36架 殲15 所以 如果你 最理想的 情形下 现在 其实最强 那架 变了山东舰 如果他本身 都装到 三十几架 殲15 这些新型 那么大的飞机 会起码可以 捱住 装40架 的 殲35 其实 你不要小看 这件事 当我们三艘航母 之前的 都换成了 殲35 现在最新服役的 福建舰 他又可以装到 一般外界预计 可以装到 48架的战斗机 不计那些预警机之外 可以装到 4个中队的战斗机 来说的话 其实那个 战斗力是大幅提升的 当然了 老实说 辽宁艦也好 山东艦也好 福建艦也好 他不会说 全部的机队 都会换成了 殲35隐形战斗机 肯定是运装的 就是说 可能一半就是殲15 一半就是殲35 这个也是 合理的理性推论 美国也是这样的 美国也是F-35 和没有隐形能力的F-18EF大黄蜂战斗机 运装 这个是正路的 所以 即使是这样也好 就算当有一半侵了下去 都是殲35也好 其实那个战斗力会大幅提升 还有一个重点 不知道这些图能否拍到 我们试试看看 有没有一张图画 拍到殲35的那个后部 即是屁股位 看有没有线 拍到就可以识别到他的 屁股位 那些人说 有些 对了这张 就说 咦 为什么跟我之前看的那个位不同 什么是屁股位 就是说是他那个发动机那个出口位 就是我头顶上面这个位 就说不同了 而事实上真的不同了 好像小了那么多 为什么 有人就说 对了 会不会是 这架 签35 去加了一些 新的发动机的噴尾口 例如 会动的那些 会上下动的那些 质量噴口 会不会是这样呢 也有人说 会不会是连那个发动机都不同了 因为呢 其实不说不知 除了签20的发动机 我们知道 现在有个完整版的 窩线15发动机之外 其实在这些签35的 这些中型飞机里面来说 我们以前就是全方位落后 无论重 轻型的发动机 到重型级的发动机都好 其实真的全面落后 所以我们才有个运动 就是要将我们 无论由最小的发动机 配在无人机的发动机都好 到去到配在签20那些 那么大型的发动机都好 我们都要来到全面更新 做一个这样的运动 要全部掌握在自己手 其实好像 签35这架飞机那样 我突破到的那个发动机 最终版本 就叫做窩线19 那么现在呢 我们装在签35上面的 那个发动机呢 其实 它就不是窩线19 来的 应该就叫做窩线13 的改良版 那么这个发动机 其实呢 有一个例子就告诉大家 是装在哪里呢 就是装在我们最新出口 在比巴基斯坦的 枭龙 Brock 3 就是第三个 第三代版本里面的 那个发动机呢 就是这个 窩线13 E型的发动机 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产品 开始成熟了 虽然它不是最终版本 但是呢 就好像签20 那样而已 在窩线15 这个最终版本的发动机 没装之前 还有窩线10 这些发动机 的最新型号 装在上面 其实都够用的了 其实呢 签35也是一样 所以呢 看回一些报道 大家就会知道的了 为什么巴基斯坦 从来买我们的 枭龙战机呢 其实呢 它都挺现实的 开头呢 我们的发动机技术 不行呢 巴基斯坦都说明的 买还买 但是呢 可不可以不用你那些发动机 即是不用我们中国的发动机啊 这样说的 那它用什么发动机呢 就是说 不如用回俄佬那一款 俄佬那一款 俄佬那一款好像可靠一点 就叫RD93发动机 他那一款 当然了 它也是改良版的 RD93发动机 他说 我用回这一款可以了 直到第二个版本 他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去到第三个 这个枭龙版本的时候呢 他就说 行了 我们测试过 现在放心了 原来中国的发动机 终于实现到 无论在质量上 还是在那个航空发动机 那个 噴口出力的 那个 马力上 都完全终于实现到 超越俄製的发动机了 所以他就说 好了 我们正式就抛弃俄製发动机 即使不是最强的版本 窩线19也好 窩线13的E型发动机 都能够已经完全取代了 所以 才有了真真正正的 全国产的梟龙飞机 就落户了在巴基斯坦的身上 现在其实这架 签35说清楚那句 我都很难估计 究竟他装装的 是不是最新的窩线19 毕竟呢 我们说清楚那句 军事的新闻呢 都是涉及到很多机密的 我们不能够掌握到 一定100%真实的资讯 因为其实如果掌握到的话 我应该去坐牢了 要么就已经进行了 嗯 进行又不可以开麦和大家说 对吧 就是你可以说 但是只可以说一些 找他说的东西 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 靠个 推断 靠我以我自己的军事常识的推断 去告诉大家 很多事情 我们期待着今年年尾的珠海行展 我们新潮民 会向那边来进发 看到什么好事呢 一定当场和大家 实实在在解释 历史看得到了 确认得到了 没错没错 那还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窩线19 就不是基于窩线13 的那个基础去研制 而是完全是实现我们自己 的那个国产化 就是不用找个前辈再去 所谓的抄 那所谓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窩线13 就是前一个版本 其实是 有些是叫做模仿 俄罗斯的 那个RD93 那个发动机 所以才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俄製发动机 本身 它真的 不是说那么可靠的 尤其在那个 这个寿命方面呢 是出了名短的 比起 美国的产品来说 大概 俄製发动机的寿命 只有 美製发动机的三分之一 但是呢 现在我们既然 要重新革新的话呢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不会说 好像以前没办法 唯有参考着你先 现在我们那个 起步位很高的 那相信来说呢 就算这个 发动机不是 窩线19也好 其实呢 相距都不远的了 现在有消息显示 就说 殲35 这架飞机 明明是一个中型飞机来的 那但是呢 现在有媒体说 当然了 我不知道它的料 在哪里来的 也都不可以说 它对或者不对 就有人说呢 殲35 那么最终它的起飞重量呢 是拍得住 刚才我们说的 殲15 差不多的 就由一个中型飞机 变成一个 起飞重量可以去到 重型飞机 那么重的飞机 据闻呢 它最终呢 有32吨的起飞重量 那么其实殲15 旁边那架 它最准都是去到33吨的 起飞重量而已 那就差一吨 所以呢 如果熟实 这些消息是熟实的话呢 那就证明了 我们来的窩线19 它那个马力 是非常之强大的 这个也是一个喜讯来的 也都有人拍到 这架殲35 最新的那张照片 说它很肥 很大价 显得比较阔 那个想象之中 那明天呢 我们就先来 给大家看那张照片 因为我还没摆出来给大家看的 那现在呢 就讲讲下一单先 其实就是这两个惊喜 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些 秘密 所谓的 例如这件事 其实眼红的 不止日本的 其实美国才最紧张 它想着 大佬我们的航空母船 流流的 现在大佬一巴掌地打起来 说真的 是真的 配备了隐形战斗机的航空母船 哪个都不敢看小 即使好像你说 辽宁舰这些 没有一些叫做空中预警机 都好 其实呢 美国真是想不到 这么快的那些东西 不过如果你说到 想不到的话 那下一单东西 就更加令到它 非常紧张 细节主题 光二十 是的 我拿几块巧克力吃一下 有点饿 好 好 格仔 这个 越讲到军事 就越讲越上电 所以要补充一下 这个糖分 在这个时候 军事 我和大家自己也接下去 这个朱开航子 每两年搞一次 前年应该说是22年 那时候也是病情的时候 今年呢 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75周年 我们记得70周年那时候 即是五年前 我们有份看越兵的 不在北京看 就是我们在香港看 但是我们是搞了个派对 在一个爱国的团体 在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地方 一起来看越兵 那时候呢 就一帮军事发烧友 一直看着 一直在那里 就研究一些型号 最记得那时候 东风导弹 就那时候 格仔还说 居然 就是最高型号 我忘记东风几 那时候出现 居然会在 越兵的时候 展示出来 那今年75周年 应该 没有确实消息 但是应该都会大搞的 我期待着 两件事 第一 就是年中的时候 应该 既有可能 有越兵的话 可能到时候 就是要想一下 怎样跟大家 可以实地报道 就是怎样可以 就是 又不是说 陪着他 一起直播越兵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得到 又或者就是 怎样可以做到 大家都觉得 变了回风味 因为 不懂军事 不懂型号 看 都是飞机大炮 走来走去 但有你在旁边解释 的话 就整个意境不同了 所以 再加上 年尾就 朱开航钱 所以 我 極度 極度 相信 今年 75周年 越兵 会有好东西出来 因为75周年 越兵 今年还是美国大选之年 还是 进一步 来到 和台省那边 有断言 应对的一年 所以 那些越兵应该 甚至可能要 告诉国际媒体 甚至要告诉台省 那些很强的 讯息要带出来 那很期待 然后年尾的 朱开航展 应该有很多 厉害的事情 尤其是 病情两年 2020年 22年 病情 都不能打扰 那24年 这次可能 应该打扰 那我们一定要 争取到 门票一起进去 为了继续讲下去 因为我没有吃饭 不好意思 说得很坏 格仔 我要迅速吸收糖分 先補血糖 先拿汽水喝 好 没问题 现在能够继续讲主题 主题 江二十 这些军事 我留给格仔说 再跟大家 如果讲到这里 有些观众 辞进来 我跟大家讲一声 那是 是的 刚才说是20年 现在都2024年 想提提大家 新潮民已经踏入了 这个四周年 踏入了四周年 上年本来 三四月 会搞三周年晚宴 但是那时候才知道 刚刚 病情开放 内地都没有完全开放 什么环境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觉得 都是忍痛 不搞住 现在会庆祝 内地都没有开放 怎么会庆祝呢 现在不同了 四周年 踏入四周年 踏入四周年 我们会搞这个新潮民 《与你共度四年》 的晚宴 到时希望见到大家 日子 正在筹备 现在 预先和大家说 希望大家 就 布住 我们的直播节目 或者 如果一人去了旅行 就是我们的 录播节目 就会有公布的 那 留意着 今个星期内 就一定会有消息 期待 在四月 这个《与你共度四周年》 的晚宴 看到大家 好了 给大家看一些图图 关于签 轰二十的 报道 昨天我们也说了少少 由到 我们的空军副司令 在两会那里说到 我们的轰二十即将会来 其实有少少细节 可能被媒体忽略了 一直以来轰二十就 指纹楼梯响 在2016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传闻了 到今天已经八年了 当中尤其我很记得就是 在两年前 我们就看到一幅图片 就是关于轰二十的那个 画面被福布遮住了 昨天我也有说 就是这张照片 我查看给大家看 这张照片当时也被誉为 应该轰二十来吧 对吧 央视那些都报了 谁不知 时间就久了 一直都好像沉了底 那时有人就说 会不会是轰二十 会不会是轰二十 遇上了技术瓶颈 其实原来搞不定的 因为毕竟来说 隐形的轰炸机 它的技术含量一定是相当高的 我稍后也会说一下 为什么这么高 有些人就开玩笑 立刻拿这张图 就说 原来最终轰二十 那幅布一掀起是这架 就是轰六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轰炸机 就这样去到恶搞 但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轰二十 比我们想象中迟了呢 其实你透过这次两会 这位空军副司令的讲话 他已经透露了 只不过是没有人捉到 为什么 就是那句说话的含义 那我们就看看空军副司令怎么说呢 他就说了 播放那条片 乖了乖了 播放那条片 因为那条片就是整段原文 大家可以看看 是没有声音吗 不用声音 你去那个位置就停了 你记得我 当中我会先停一下 为什么我要停一下呢 他就说到了 因为在飞机的发展 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停止的过程 它是延续的过程 它会一直升级改造 现在的飞机都在升级改造 即现役那些 更何况是 我们在研制中 它的时间有点长 那个人说 就是那个访问他的人 是不是 这样就说 这样的情况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原来我们不是遇上一些技术的瓶颈 他后面也有说 那个记者问他 我们是不是遇到一些瓶颈 他说没有瓶颈 都能够解决的 我们的科研人员 现在非常之好 都有这个能力 这样说的 综合他所说的意思 我们再看 美国的B21 其实B21 在一年前 已经正式上了天空 我的推断就是 为什么明明 轰二十 在两年多之前 应该会横空出生 但是为什么最终 好像石沉大海 其实就是 要等这架美军的B21 出来之后 到他正式飞上天了 我们再来针对这架B21的特点 为我们的轰二十 来做最后的升级 就是说 我们这架轰二十一是不出现 一出现的话 一定要比B21好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空军副司令说得很清楚 因为研究飞机来说 都不是一个 你的project一开始 然后做下去 都是这个东西 其实在研制的过程里面 都会升级的 你已经领先世界了 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的目标 都是想来做全球的领先者 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理性地说 轰二十很有可能 在一出现的时候 就会被B21领先 原因都是逼出来的 首先就是 一样东西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可以给一些图 大家看看 如果你先说 从飞机上的製造工艺和材料来说 我们的 签二十不是轰二十 签二十 有些黄色的签二十 可以给大家看看 放大一张图 或者一些细节 大家见不见到 在签二十的 基尾的基液 基身的基液 这些灰色的位置 其实这些灰色的位置 就是在签二十上面的一些 比较 就是关节的位置 这些位置上面 以美国的惯例 就是一些非隐形的材料製造 只不过在上面 在上面 塗层隐形图料 但是我们的签二十 它制造的这些部件 并非是说 塗层隐形图料就算了 而是真真正正 是很轻很薄的 本身的隐形的材料 来的 当然再会塗 那层隐形图料上去 其实轮到这点来说 我们真的有证有句 为什么我们前两集都说 殲二十可以做到 领先美军的F22 F35 其实是有证据的 可以告诉大家 单体材料来说 其实我们在隐形的材料上 已经是给美国领先 虽然都是叮当码头 但是我们是给它领先一步 这些才是真正的领先 不是说民间的车企 无端端碰巧 弄到隐形图料出来的那些 更加不是那些 那些是笑话 那些科技大踢爆的笑话 是的 所以这样算 一架好的 因为为什么隐形轰炸机 其实比起1020来说 应该要更加着重隐形性能 因为它要深入很危险的敌震 而且它是我们的战略武器 所以如果你说轮到隐形能力来说 我相信我们未来的轰20 会比B21 即是美国的B21 来得更加好的 其实你从签20的这个例子 都可以看到 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预测 刚才那个肌翼的那条龙 这个是 人家卡上去 可能 不是 是威龙的 称20叫做 奇怪 为什么中方军方 会做一些圈形成纹身 人家卡上去 有些 我们军方真的在用 不是 不是 应该是卡上去的 这个 这个是卡上去的 但是有一些飞机 都会放上去 即是表演的时候 嗯 我明白 那好吧 如果你说 在那个隐形能力上 是比B21好的话 那因为从我们的 签20的例子看到 那为什么他要有个 这样的要求呢 那其实 我们真的要看回 B21 不是 轰20是拿来做什么的先 轰20呢 就是作为转图 就是作为这个 我们的三围一体 核打击力量 空军里面的 核打击力量 基本上 他是要 载着 一些具有到 远距离发射能力的 东风导弹 就是 当然是 空射型的 东风导弹 来到 去打击 美国的 即是说得白点 你不要卖我 哈哈 哈哈 因为你说的 那些 毁灭白宫 那些很严重的 好了 这个时间 我们是 假设 这个 华盛顿 我们要游 我们就选择 这个最近的方向 就是游到 我们中国的 北方 我们的东北 出发 跨越 这个北极航线 我们不会飞下面 太平洋路线 为什么呢 因为北极那边 地球是 橢圆形的 所以是 中间 阔上面 窄的 有搭飞机的朋友都知道 所以当年 孟晚舟回来 都是在上面 是的 要飞过俄罗斯 那 到这里 大概的航程 就是 一万公里 左右 所以 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 B21 即是美军B21 它的航程 是多少 它的航程 就是 一定没有上一架B2 那么多 就是 不能去到一万二千公里 有人就说 B21大概的航程 都是仅仅一万公里 所以如果你说 我们如果 我们的轰二十 在航程上面 过不了B21 的话 是趕不过去的 因为我们起码都要飞一万公里 你起码而已 你还要回程 是不是 因为大家战术不同 为什么 美军的B21航程 短那么多 因为美军全球都是基地 我们不是全球都是基地 我正在想 是不是 是不是去古巴路 停一停 先 不行 是不是 所以 我们说 领先B21 是有 理性的推论 首先我们的航程上面 还有 隐形能力上面 都是要过到B21 因为这个是 我们的基本设计标准 好了 我们可以看回 如果我们假设 轰二十今天要出动 去打击这个类似 美国的东岸的 华盛顿 或者是纽约 在附近 这样计算的话 我们都一定要飞一万公里 好了 这个时间 当然 其实你不用飞到头顶 不是二次大战 那么 我们起码 起码 我们现在回到东北那边 先不要这么快 放近 是的 我们回到东北 先 我们就会选择 在中国的东北 来到出发 就是旅行那里 是的 叫我去旅行那里 出发 再飞过俄罗斯 这段距离 也是安全的距离 在这段时间 最好 在未离开俄罗斯之前 先做一次空中加油 即在空中加一次加油 然后再飞 我们再飞了 正式进入到白领海 它就已经飞到美国的阿拉斯加 从这里开始 我们要提高境界 因为已经正式进入了 美国的防空体系里 他们最紧张的 加拿大也等于它的范围 是的 这里是配备着全球最强的防空系统 有听过我前几集说 因为以前苏联的弹道导弹 也是在这里打过来的 所以一定要要求到 我们的隐形能力 是最最高的 然后再飞完阿拉斯加 进入到加拿大境内 的时间开始等待 其实去到这里 杜鲁多头上越过 是的 他那时候在吹 哇 幻角这么厉害 是的 我们去到6000多公里左右 大概7000公里左右 这个时间其实我们要回头 为什么呢 因为在6000至7000公里这个阶段 其实如果以我们 最新研制的一些空载型的 东风导弹的话 保守计算 他应该最少有2500公里的射程 如果乐观地计算 他应该去到4000公里的射程 那这个时间 我们就要释放我们的东风导弹 然后呢 就可以直奔华盛顿或者纽约的了 是的 而就在加拿大上空那里回程 是的 其实要去到 不用进入美国境内的 在加拿大上空就要回程 那在回程的时候呢 我们要回头 其实呢 也都是同一样 差不多去到俄罗斯境内 安全的时候呢 再做一次空中加油 然后回到中国的东北 其实你怎么计算呢 一来一回 虽然我们不需要飞到美国本土 那去到加拿大那边 去程7000公里 回程的时候又7000公里 这里已经14000公里 还要不计算有多余的动作 那所以 我们在行程 是不是一定要过B21先 因为美国B21只有1万公里 甚至乎过上美国之前上一款的 隐形轰炸机B2 因为他也是只有12000公里的行程 我们起码要有13000公里的行程 最好做两次空中加油就安全一点 是这样计算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是可以推断 轰20是会领先美国B21的原因 那当然了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大家看不到的 例如软件上面的升级 你知不知道现在B21 就是美国B21 他直接玩什么 他又玩AI 他有人工智能 他有作为一个数据中心的折点 可以玩这些东西 你说我们轰20 怎么可以不做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说清楚 中国和美国在AI上面 是叮当码头的 就是不要说哪个赢哪个 其实大家都是斗到旗鼓相当的 我们不会差过去 他也不会说弱我们很多 所以在这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里面 其实我们都要令到轰20 怎么打造它成为一个 因为它这么危险 可以深入到这么入的敌震 你想想 北美防空系统是全球最强的 我们要插到它进去 不单止隐形能力要强 还要在必要时 他没有任何支援 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本土 不能够和他有通讯 他要靠自己 所以他那个人工智能 和他那个分析能力要很强 他要比一般的军备更强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说真一句 就是透过我们看到B21 在两年前来到去是非公布 那些数据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针对着 它的好和不好来作出修正 再加回到我们的轰20 其实就是导致了延迟轰20出生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 是的 那大体就是这个原因 就不需要太担心 或者好像那些外媒说 因为轰20 你们弄不够 吹大了 就没有了 这样说 其实根本不是这一回事 那还有呢 还有一个传闻就是 轰20呢 亦懂得变形的 不过当然这个是传闻 就不是肯定的 就是怎么变形呢 就是轰20的尾翼 它是懂得上升和下降 下降的时候 就会成为一种 好像飞碟那样 飞翼式的布局 上升的时候 就好像一架普通的战斗机 是的 不知道大家见不见 上升的时候 就有一种垂直的尾翼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的轰炸机 必须要 港球最顶级最先进的 甚至乎可以 有机会是飞越 过到这个音速的 就是超音速的 那如果一架 飞翼式布局的飞机呢 很难飞到超音速 而且有效能够控制它 只有亚音速才能够做到 那如果它可以升上升 液上来的时候 就会呼吁到 这个轰20 拥有超音速巡航的速度 就是有这样的传闻 就是这些传闻来的 我必须先说清楚 因为我 我都没有军事机密 收到风的 也都没有人见过 轰20的真样是怎么样 对吧 那还有其余关于轰20的东西 我就要留下明天说 因为今天又不够时间了 那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 不要走着 因为我有一条片 就播给大家看的 就是我去哈尔滨冰雪之旅 的第一条片 一个小片段来的 就给大家看看 那还有当然就是 我们的南疆之旅的行程介绍 大家也可以看完才走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加852-6828-7447 来找潘小姐查询和报名 那我们现在先来去一去 我们东北哈尔滨冰雪之旅 第一条片先 好 立即去片 明天再见 同一时间 我们现在即将出发 就去到哈尔滨 不过呢 现在呢 我们首先要 飞底带先 我们稍后 我们稍后 飞机很快就会起飞 的了 然后呢 就来到和大家看看 起飞的情况 大家看到 香港美丽的一面 我们现在要去到哈尔滨 我们现在起飞 即将呢 就要到哈尔滨 和俄罗斯 十三天的旅程 但是呢 我们首先 会去到大连 先的 究竟那边有些什么玩 等我们呢 下机再来到报道 现在拍一拍香港 机场起飞的一幕 真的好美啊 让大家欣赏一下 其实我们香港都好美啊 好 终于 到了大连 现在回酒店 这间就是我们的酒店了 循例开一下门 好 看看酒店如何 哇 这间酒店很大 哇 好大啊 哇 升级了 这么大一间 有浴缸 这些就 哇 厕所 好大啊 哦 走一个圈都可以啊 好啊 那好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休息一晚之后呢 明天啊 大挑战了 因为呢 我们要搭高铁 来到去啊 哈尔滨 那里很冷啊 所以呢 今晚都是早点睡了 你看看现在的人 穿得多厚 哇 好冷 现在已经是哈尔滨了 哈尔滨的火车站 一众的团友都冷到 立刻要穿衣 哇 哇 整条缸都是冰来的 整条缸都结了冰 好夸张啊 我们会给大家留足够多的时间 好了 现在来到 终于来到哈尔滨的 冰雪大世界了 不过呢 今年的冰雪大世界呢 就删得比较早 不过都不要紧要啊 依然呢 就有雪体 好像这个大雪人 不知大家认不认得 这个呢 就是很出名的 太阳岛里面的大雪人 现在呢 我们就在他的门口那里 那呢 拍完大合照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去的了 其实现在来说呢 哈尔滨都还很冷 不过呢 他为了安全起见呢 不知为什么今年 生得特别早啊 但是我又觉得很冷 你看我整身的装备 都知道有多冷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稍后呢 也会继续进去 其实现在 整个哈尔滨 连一条缸呢 都是结了冰的 那依然是很冷的 那不要紧要 我先拍了大雪人 跟着呢 再进去看一下 里面的室内冰雕 一样这么精彩的 新潮民 笔书之旅 在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就做一点点呼吁 新潮民在未来 就会搞一个 为期十二天的 新疆二域风情 的南疆之旅 出发日期 就是由5月19日 至5月30日 为期就12日 同样地 这个行程也是由到 格仔亲自设计 并非一般坊间的旅行团 所会去到的地方 而今次格仔也会随团出发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加852 6828 7447 联络潘小姐 去刷取价钱 行程的资讯 以及报名 而我也会在这条片尾 来摆放一个 关于今次新疆 南疆之旅的 行程重点介绍 大家就会感受得到 南疆的二域风情 真的很特别 在这里就期望到时 见到大家 一起玩尽这12日 而在节目开始之前 也都请大家 去到分享 赞好 以及订阅我们 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记得要按订阅旁边的 那个小钟 再按全部 这样你才可以接收到 新潮民最新的出片通知 在这里就有勞大家了 那好了 来到节目的尾声 就由我格仔来介绍一下 关于未来新潮民 在5月 就会筹办一个 为期12天的 新疆南疆二域风情之旅 出发的日期 就是由4月14日至4月25日 为期是12日 和以往一样 今次的行程 也是由到格仔我亲自设计 并非一般坊间的旅行团 是会所到访的地方 而且今次格仔也会随团出发 行程的特点就包括到 我们全程都会坐一些 俗称为飞机椅2加1的 豪华座位旅游巴 也会赠送每位团友 足够12天旅游的数据卡 今次我们的新疆之旅 是并没有涉猎到任何 高山症问题的景点 大家这一点可以放心 好了 来到说一下行程 首先第一天 我们就会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 然后直飞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大概有4个小时左右的飞机 然后到部稍作休息一晚之后 来到第二天 我们就会由乌鲁木齐去到套鲁凡市 在前往套鲁凡市的路程中 我们就可以观赏到一望无际的 达坂城风车电站 它连连长达80公里 总共就装有100多台的风车 在茫茫无际的歌壁是十分壮观的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是源于西汉年代 在这里最出名的故事 就可以说到是唐代高增 原庄也就是唐三藏 他都曾经在这里 和当时的高昌王结义成兄弟 游览完充满震撼感的高昌故城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另一个 吐鲁凡著名的景点 火焰山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地方 没错 它就是西游记创作的取景地之一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第三天 来同样参观到吐鲁凡 一个相当出名的景点 这个就是坎仪井 坎仪井是始于西汉的水利工程 全场真是想到想不到 是长达五千公里 这个规模已经和我们所熟知的万里长城 以及京航大运河 并称为中国古大三代工程 它的原理相当之特别 在这里我特意放了一幅原理图给大家看一下 到时就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古人的智慧 即使放到今天都是叹为观止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吐鲁凡的博物馆 在这里除了有很出名的新疆千年古斯之外 也有一个镇馆之宝 它就是套鲁凡的巨西牛 给大家看一下套鲁凡巨西牛 大概有多大只呢 如果我们所知道的非洲大象 应该就是现时来说全世界陆上最大型的动物 看一幅图也知道 套鲁凡巨西牛 还要比我们所知道的非洲大象 身形还要庞大得多 到时我们就可以近距离欣赏到 位于套鲁凡博物馆的套鲁凡西牛 究竟有多大只呢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套鲁凡的 一个维吾尔家庭里面进行特色的家房 之后就会去到附近的富尔勒市 然后经过一晚的休息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第四天 来参观富尔勒市附近的罗布人村寨 罗布人村寨是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 而且村寨里面是相当具有南疆的特色 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大幕的风情 它的壮观以及壮丽 也可以来到骑下铁 多拍一些照片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第四天下塔酒店的城市 富尘了 休息一晚之后 就进入第五天的行程 来到富尘 当然不少得 就是参观到神秘的苏巴十古城 富尘这个地方 古称就是贵志 也就是为人所属之 唐三藏所经过过的女儿国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富尘王府 据说富尘王府里面 依然还建在一位中国最后的末代王妃 之后我们也会去到很出名的 黑之以千佛洞 你要看下这个第一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一解它神秘的面纱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六天的行程 就会去到世界自然遗产 温宿托木耳大峡谷 温宿托木耳大峡谷 是天生美学价值最高的红层峡谷 是具有到中国独有的巨型岩溶舍地质的秘境 以及是罕见的远古古岩岩的地质的一个绝境地方 绝对配得上堪称为新疆依然存活的地质演变市的博物馆 就会活生生在我们的面前呈现 在这里峡谷两旁相当之高 拍照拍片是相当之美的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阿克蘇地区的阿拉尔 经过一晚的休息后就会进入到第七天 去到穿越全世界第二大的流动山岸 也是我们全中国最大的山岸 塔克拉马干山岸 从前要穿越塔克拉马干山岸 几乎是无可能的任务 但是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了一条 即使连美国都认为是世界奇迹 全世界最长贯穿流动山岸的超级公路 塔克拉马干山岸公路就已经建成了 这条公路也曾经获得见历史世界纪录 难道是完全超越著名的美国一号公路 当这条山岸公路穿越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流动山岸 进入到这个山岸中心的时候 我们搭车的感觉都好像坐着船一样 仿佛两旁的茫茫沙海就好像大海一样 那种气势宏伟是绝非不能形容 一样的震懾人心 在我们穿越了山沐以后 就会正式来到和田 而在这个时间 我们也会见到随着我们越往南行 南疆特有的民族特色色彩 就会来得更加浓厚 第一站来到和田 我们就会来到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屯城民族风情街 这里其实就是和田的老城区 从前来说 在未受关注的时候 是为世人所忽略的 其实这里的建筑 是融合了很多中亚和西亚的艺术风格 再加上中原文化三者之间 就会撞击混合而成 南疆最具有特色的民族风情地之一 而这里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之后我们也会去到一个 同样是非常具有南疆特色的一个景点 它就是约特干故城 和田在古代来说 是属于西域三十六国的淤田古国 约特干故城其实就是淤田古国的都城 也是唐代安西都护府里面的安西四镇之一 淤田古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属国王朝 后来它就因为位于战火 所以我们在近年2020年的时间 就在此地重建了约特干故城 重建以后就可以让游客重新体验到古丝绸之路 位于淤田的繁华盛世 感受一下这个在沙海已经演买了上千年的古淤田文化的艺术美力 当然来到这里也要欣赏非常有特色的约特干故城歌舞表演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八天的行程 去到另一个城市沙车 大家有没有发现 接下来我们所去到的地方 越来越有二国风情 同样地沙车的飞围博览园 如果不说的话 还以为自己这一刻是身处于外国 因为在这个沙车的飞围博览园里面 它的皇宫是集古代和现代的伊斯兰建筑精华 融为一体 这里也是众多网红和直播必度的打卡之地 也是很多的影视创作 分纱摄影的热门地方 是充满着独特的南疆维吾尔风情 然后我们也会去到旁边 同样都是很有特色的阿满尼沙汉陵 再欣赏好出名的十二穆卡姆 这种维吾尔族的民间古典音乐 整套音乐年和汉陵本身 都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当地一个 近乎是不会有旅行团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沙车的蘇碧大巴扎 巴扎的意思就是市场 在这个大巴扎里面 我们能够充分看到当地居民的生活 在这里几乎是没有任何游客的足跡 就让大家能够亲亲感受一下 当地居民平时所买到 吃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九日 就会前往南疆最大的城市 赫什 正所谓没有来过赫什 就不要说自己来过新疆 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的 来到这里 我们就会参观非常之著名的 赫什葛尔老城 这里是国家的5A级景区 也是中国唯一一个 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 迷宫式城区 当然还有它的老城墙 所有的建筑物已经有过百年的历史 这里也是之前央视春晚 新疆区里面的拍摄背景 来到这里大家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为什么赫什又名东方阿富汗 很多已经被战火摧毁的中东建筑 当导演想拍摄相关题材的时间 其实都是来到这里来取景 当然我们也会去到很出名的 艾提加以清真寺 这个建于明代1442年的清真寺 是现时来说全中国最大的清真寺 相当之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民族风格 以及伊斯兰宗教的色彩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英吉沙小刀村 来看看这些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名刀 每把的小刀都是具有到非常高 观赏价值的工艺品 并非一般小刀那么简单 当然我们也会去到赫什的职人街 在这里就会集了上百个手工的工作坊 也是南疆乃至整个中亚地区 精艺手工品的集中地 之后我们就来到第十天的行程 就会去到位于赫什南边的帕米尔 帕米尔这里古称为冲领 是蓝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去阿富汗 或者是和我们非常友好的巴基斯坦 帕米尔是必经之地 帕米尔也是五大山物 也就是喜马拉雅山 昆仑山 卡拉昆仑山 天山 以及是兴都库十山等五大山物的汇集地 在这里有上千条冰川的雪峰雄伟壮观的观景 当然我们也要去到帕米尔高原的第一道风景线 布鱼口白沙湖 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 和我们之前所见到的大幕风情 已经有明显的分别 如果我们再看旁边的客拉库勒湖的话 就一定能够感受到 这个位于7546米冰山之下的冰戎冰职湖 你就能够感受到 在不出国的情形下 都能够见到比瑞士更加壮丽的风光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十一天的行程 在见完这些壮丽的风光之后 就会继续在客厨市游览 在这里我们就会来到很著名的香妃园 据说香妃园就是因为当时乾隆皇帝的爱妃 是葬在这里的关系而得名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新疆的和田玉博物馆 身为中国四大名玉的和田玉 也是历代皇帝在礼乐器具里的首选 而北京奥运会的会辉 中国印其实也是由和田玉所制成的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西域陀勇文化馆 新疆的陀勇其实是继续很著名的新疆棉花之后 同样也是很著名当地的新疆产物 陀勇是一种很好的保暖材料 不单只具备时尚的魅力 还会为我们带来温暖以及柔软 得益于新疆本地得天独厚 致养乐陀的天然优势 来到这里记得买一块漂亮陀勇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第十二日 就会回到乌鲁木齐 然后就会坐飞机回香港 完成我们今次的十二天 新疆南疆之旅 如果大家对这个行程有兴趣的话 就请职WhatsApp过去 加852-6828-7447 联络潘小姐来报名 查询价钱 以及其他事宜 再说一次 WhatsApp电话是 加852-6828-7447 联络这个WhatsApp电话 到时希望见到大家 和我格仔玩尽这十二日的南疆之旅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 请大家分享赞好 以及订阅我们的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在订阅新潮民频道的同时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再按全部 这样就能够 接收我们所有的出片资讯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 在这里就有路大家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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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